在法国西南的多尔多面省有一座古城堡,面积有34英亩,约合13公顷。 里面有成套的古董家具和开放式秘鲁,外带有一个游泳池和一个小村舍,这座城堡原本价值至少150万美元,但其拥有者英国妇女路斯菲利普斯打算以抽奖的方式来出售这座城堡。 抽奖规则很简单,只要购买者花10欧元,约合74.7元人民币,卖一张抽奖券,抽中就能独得这一座城堡了,总共将发出50万张抽奖券,一旦50张抽奖券全部卖出就开始抽奖。 如果在年底截止日期前的抽奖人数不足35万,将会返还所有收到的现金,城堡的拥有者路斯甚至为此建了一个专门的抽奖网站。 小编在该网站探到,要想获得抽奖资格还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必须是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居民,也就是说除了北爱尔兰的英国民众都可以。 第二,必须能正确地翻译两句法语,分别是Naspar Artisan Kids和C-A-N-E-C-A-S-S-E-P-A-S-T-R-O-I-S-P-A-T-T-E-S-A-U-N-C-A-N-D-R-D,有学法语的小伙伴。 知道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吗?反正小编是看不懂,虽说条件十分古怪,但是路斯表示,他将捐出卖城堡的所有收入,大部分的金额将捐给他自己运营的一家叫做生态村的公司。 顾名思义,这个公司旨在建设更多生态友好的房子,剩下五百分号的金额将捐给一家叫做圣皮切克的慈善组织。 这家慈善组织在英格兰的康沃尔郡,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帮助。此外,最后的幸运儿将获得城堡一年的各项开支,包括水电费、印花税,以及其他额外的费用,都是免费的。 目前,这座古城堡,由一家度假租赁公司运营和维护,基本上每年的营业额在3.5万欧元至4.5万欧元之间,最高有赚到过5.2万欧元,约合38.9万元人民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